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赛事经济 我是甲冈鹿 今天为大家讲解 Master对人类的第23盘网络对局 那么今天也非常荣幸请到了著名国手 十月九段 大家好 好 那今天这盘依然是一城网上的快速的网站 那么是Master直黑对韩国的ABC2080 这是他的网名 对 但是好像我们刚刚沟通了一下 还不太清楚他背后究竟是哪一位高手 但是可以说能在网上取得比较出色的成绩的 一定现实中也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人类去挑战我们的Master 然后这盘棋还是Master的黑棋 对 我们就又可以看到他的比较喜爱的几个开局之一 对 这个 大跳 大跳 嗯 然后白骑士挂 对 然后 一边高杂 对 然后下了一个也是比较复古的基本定式 对 然后对于 一定是一般我们想是黑起还行 对 嗯 就可能白骑处理的有点简单 白骑 就这个跳本身 一般是点点脚 点三三 然后这样的话 但也是一个正常的 还是尖 对 因为我们通常觉得就这个地方白骑有一个结的担忧 嗯 所以觉得一般是黑的还可以 本身定式也是觉得黑的还可以 对 然后白骑现在就马上把它补掉了 结确实 嗯 负担 对负担太大了 挺重的 对 对 然后黑骑 黑骑从这里挂是一个挺挺那个什么 对 挺有意思的想法 我们一般觉得这个地方好像眼镜的被逼 对 是一个好点 所以就会觉得是不是 所以想在这边从上面挂一下 但是就是还是 呃 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想从宽处走 对 其实骑从宽处走 这样看的话 这条边显然是最宽阔的一条 对 对 但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对他这个方向上呢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七重宽处走来解释的话 他的下一手就应该是 基本上可以是最颠覆我们的招法之一了 对对对 这个也是当初这个他下出来之后 我们也都 最震惊的一手棋 对 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让大家去想 可能有的贯彻那手棋的意图 有的贯彻 有的或者说再挂一个 对 再怎么连连 对 尽量去连片或者是怎样 好像我就不会有人能想到这样的想法 点角 直接点角 对 尤其是在我们传统的就是一直学习以来就觉得 点角是要在呃 比如说就是 比如说这边有紫 白旗两边都有紫的时候 一种是白旗两一张开的情况下 对对对 然后你两边挂都会比较局促的时候 点角 要么就是你觉得这个局面下可能外面的发展不太大 嗯 去点角 现在这个局面 现在局面这么空旷 嗯 就不知道他是怎么进行判断 对 所以我们可能试着猜想就是他的点角可能对我们本身点角的定义也未见的就一样 嗯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认为一个点角 基本上大家可能都是摆成这样一个基本定性图 就是 嗯 嗯 这可能 我觉得大家 可能刚学期就会接触到的一个基础定式 基本定式 嗯 对大家好像一般就黑旗取 取地白旗取式 对对 然后整个分析下来可能白旗这个外面的视力对边的影响会大于角 一般来讲就是白旗可能有拆边两颗张开的时候黑旗再这么下会比较恰当一些 对就等于让白旗这个子效率变低 对对 然后这个子效率也一般 嗯 这是我们一般能接受的 对 但现在这个局面如果马上 如果直接下成这样就是我们认为开局只掏了这么一些木树是亏的 嗯 但是他这个有一个大家通过观察就会发现他是master是永远点完脚之后不搬这下 对对对 他这些其实他永远都没有搬战过 嗯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以后白旗还有可能攻击白旗 嗯 所以就是定义不同 嗯 如果你搬战完之后基本上白旗这个后肯定是当后事用的 对 现在就是他的意思如果我以后爬两下你这边也没什么先手我还可以攻你 嗯 对 如果斑战的就是纯纯的这个捞空啊 嗯 那现在他也他并不见得一定是这个 对 攻守兼备的感觉 嗯 然后他的马上的招法也 是 对 脱 嗯 这个脱也是他非常喜欢脱的脸板 嗯 一种对这个小飞手脚的一种 对 所以其实看这个新版Alpha Go 也就是Master的招法 它虽然有一些颠覆上的理解 但是整体的框架还是跟我们从小学期 或者说整个现在为期的理论体系是相符的 对对对对 包括这些定型的招法 因为毕竟也是 对 人吸收我们研究了 研究成果 嗯 几十年的一种 对 大家的还是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很多定型的 嗯 然后点一下 对 这里也是全部走掉 对 对完一下 然后爬完一拆边 嗯 确实是单看招法丝毫没有感受到 就是有什么特别惊艳的地方 嗯 都是普普通通的 摆起拆边 嗯 马上 它其实并不当你这块是一个多厚的一块棋 其实 对 这里拆边我觉得可能还拆小一点比较好 对 拆上面的 嗯 但这样就是它不可能就是黑棋有个好点 对 嗯 这样也是一盘正常的棋 嗯 白鞋正常 对 把这一袋经营一下 嗯 嗯 实战确实它可能心情上想让黑棋这个地方没有拆边的余地 对 但是 可能 遭到黑棋反击之后也有点不可 黑棋有个打入的余地 嗯 嗯 现在其实并不是很好工 因为白棋 呃 我们说厚棋 呃 什么才算厚 特别厚的是 就是它有它有眼 那这块棋 白棋并没有什么眼味 而且 你看这边也被 被黑棋逼入 这边也都是黑棋的子 嗯 所以其实这一块棋并不能算一个多厚的一块棋 嗯 但是再往这走 嗯 有点怪 对 这也是 就是感觉 人可能会被受影响 就它也有契合或者是一些 对 对受情绪上的影响 包括快棋等等因素吧 对 白棋继续牢口 对白棋就 我行我速的走 但是好像 黑棋 黑棋就给你牢口 对 对 对 就白棋尖 它就 就自己尖住 嗯 它就 哎呀走得很厚 因为白棋形状主要自己不好 对 它这个出头有必要 这边有靠 它就小飞起来 对 对 黑棋 小剑 这里形状其实很差 嗯 然后 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肯定是不能当后市 对 对 还得出头 其实这种棋 一旦被攻 攻击 攻起来 就是这种 像那后来那种单关 一直在单关跑 那效率就 就是非常差了 已经有问题 人家 黑棋呢 先捞住实地 把脚破了 然后后面 也在外面压着 让白棋从这个 狭窄的地方走出去 就很难受 嗯 所以可能 主要问题还是白棋 这个拆得有点远 然后同时打入之后 这两手虽然可能弃合 但是有点脱离主战场 对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本身被点完脚的后市 被攻的 黑棋招法就是非常简单 压完拆一 但是白棋整块依然没有活 然后黑棋也是非常简单 先抢这个 巨大的一手 白棋先拆这个 白棋很拼 这里黑棋 它就是很稳健的跳出来 对 简单 其实本来这里如果说强行去 翻护的 有可能 杀白棋 而且这边可能也有新手 白棋其实这个出路并不是很 这边搬 或许先不交换这个 先搬这个 但是它觉得很简密 就是先把这个封住 让你在里面活起 10个 没准10个有可能出手 经过精准计算 厂军一条龙的龙哥可以吐龙 至少反正 乍一看反正白棋是非常危险的 对 有可能先 或者先在这边问问他的态度也行 至少留着呗 但他好像觉得 我觉得完全足够 没必要 就是简单 他打了吗 也没有打 压 对 这两下也很舒服 白棋 这个拆 可能也不如飞起来好 就之前均衡一点 但是局面肯定还是不好 那他主要问题就还是这个地方被打入之后 对 你看后来下成这个样子 白棋就只有五目几了 所以接下来其实黑棋就真的每一步照法都很简单 余地很多 就这样长 对 他先这个 他就把这都微微上 然后你这边要靠我两下也都是你的 这都无所谓 这都无所谓的 其实黑棋随时都可以 黑棋是不是 他还把这个 然后白棋点 压 挖 那个打了结的时候他就搬了吗 这样 对 他是不是先打的 先打这个 我估计他不会 不会再这么刺激 对 万一白棋给他提了 对 然后白棋成这个 然后他就把这定型就行了 对 太刺激了 再接住 接住 然后翻一下 到这基本上这漆就差不多 对 旁边15目 就差距比较明显 对 所以也是总体看下来可能这个定式白棋就有缓的可能性 嗯 然后但主要还是这个地方 主要还是这边 嗯 这边的话效率就 其实围棋就是一个效率 嗯 你看这么多子都没有围到木 这肯定就效率很低了 嗯 而且本身还是白棋先走的一个角 对 所以这盘棋主要的就是白棋可能在黑棋点完脚之后 这手棋有点过分 嗯 然后之后的处理有点脱离主战场 然后被黑棋就简简单单的公一公之 然后刑事的差距就比较明显 对 黑棋 我基本上没有见过它的棋就是下在一种 你看比较狭窄的一面 就效率很低的 它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这样去缓缓的就供着你 然后做好自己 对 所以确实看它的看Master的招法和它的下棋的方式 确实应该也会给我们高手有很多的启发 很多的启发 对对 嗯 是 那么总的来说这盘棋就是白棋在这个地方一站的失误之后 就没有机会了 其实整个看下来Master的棋 如果你确实一个重大战役 不用重大战役吧 就稍微可能松懈一下之后 它就会牢牢的掌握局面 对对对 就没有机会了 嗯 对 所以这盘棋呢也给大家讲解到这儿 然后感谢石哥的对这个局部的精彩的分析 然后也感谢奇迷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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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